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岳路老師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是 陽年的賀土 在畫像是這樣子的構題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個 動作是 先要能夠抓準 六頭到七頭身 人物的比例 一開始我們會這樣做 我會先畫一個簡單的比例詞 人的高度 大概那麼高 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抓一個二分之一的位置 這個位置呢 基本上是 胯下的位置 我們還會再另外抓一條 稍微再多出來一點點 那這一條是給 女生用的 因為他可以把那個高跟石 斜根再多算出來 那女生用的話 比例 比較 比較好玩的地方是這個 這條長度要算 三等分 那 基本上這個 呃 比例詞呢 只是一個 參考值而已 所以不用太刻意 去追求 所以你要 多種 用目測就好了 那這個三等分的情況下呢 上面這個三分之一的位置啊 是 女生 標最式的地方 同時也是 手肘的位置 手肘的位置 那 這個 下面這三分之一的位置呢 是 膝蓋 不過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它是膝蓋關節的上緣 先把腰標出來 那這一邊 腰到胯下這一段呢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頭的高度 所以基本上它的頭身 單位已經出來了 就可以這樣做 我畫的有點歪 那我給它調整一點 放它做複製 嗯 我把它改補好 1 2 2 3 1 2 5 5 5 6 5 5 是6頭半身 那如果說想要7頭身的話 就是在 縮短一點點 變成說另外再加一個頭長褲子 上來 頭會顯得比較小一些 不過我這次畫就是 6頭半身就不夠了 6頭半身大概是 150到160之間的身高的女性 可以把它 讓它畫一下 那邊是這些 谢谢大家